终于等到了 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国产年代剧又要出王炸了 从父母爱情金毛飞上天 靠口碑慢慢出圈 到觉醒年代山海情的收视慢热 再到人世间的全网大暴 年代剧终于迎来了好时刻 不过这几年来 年代大剧不少 但暴剧不多 人生之路父辈的荣耀收视不错 但与人世间的破圈盛况相比 还是差得很远 但2024年刚开年 年代剧的第一部爆款即将登场 大江大河3 1月3日起 登陆CCTV一黄金强档 歌唱淘场联合网播 我想这部观众期待了几年的剧 凯波就会是剧王 作为大江大河系列三部曲的最终篇 大江大河三将继续围绕住宋运辉王凯是 雷东宝杨硕是 杨寻董子健是 梁思深杨彩波是 四个年轻人的故事展开 上一部的最后 宋云辉雷东宝在人生与事业上相继受挫 杨寻与梁思深达成合作 迎来新的希望 这次又将朝著新的人生方向跃进 简单来说 故事有两大重点 一是人的命运 从于高看 主角再度面临人生的低谷 宋云辉名声暗将下放到彭阳农药厂当厂长 他依旧秉持奋斗出心 带领工人们搞工艺改革 然而不知为何 工人集体罢工 对他大打出手 连宋云辉还背上了杀人犯的罪名 再次被免去厂长一职 再次面临困境 宋云辉该如何化险为夷 雷东宝出狱后 带领小雷家成立电缆场 不过蹲过监狱的经历 让他备受质疑 上至领导下至小雷家村村民 都不信任雷东宝 他愤怒过 拿起酒瓶锤别人脑袋 更无奈过 满脸通红地向后倒下 寻求解脱 这一次 他还能带领小雷家致富吗 杨逊与梁思深的合作出现分歧 信任面临崩塌 梁富出面阻止两人间的合作 而杨逊也因为做假账的问题被调查 大江大河三中 一众人物将继续延驻各自的故事线 在奋进中展现更为层次丰富的角色形象 与成长湖光 二是时代的命运 第三步将背景设定在市场经济初心90年代 整个中国沧桑巨变 经济也在大浪潮中快速发展 而时代中的人也面临巨大考验 我们都没有错 只是在寻找不同的道路 正是无数人的壁路来旅 终究汇城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中所选的几个代表角色 非常有时代特色和代表性 宋元辉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士 所在的东海化工厂是国企缩影 雷东宝所在的小雷村是农村发展变迁的例子 杨逊则是千万个下海打拼个体户的代表 三兄弟的三种事业 象征国家发展的三个方向 大江大河三历经时代的变革 以对小人物奋斗历程的持续刻画 来描绘大时代经济变革的蓝图实现 和众多年代剧一样 剧情讲述的都是时代剧变下 人的命运和选择 大江大河系列作品能够打破续集魔咒 原因之一就是演员阵容始终保持原班人马 几位主演一出来 观众熟悉的感觉就回来了 毕竟前两季的主演表现 简直是让人过目难忘啊 他们的演技简直是炉火春青 把角色火灵火现的呈现在观众眼前 而这一次还有新演员的加入 简直是锦上添花 让整个演员阵容更层次分明 空岛真是个大手笔 保留了前作的主创配置 再搭配上新导演和编剧 简直是豪华升级版 这样的配置可不是闹猪丸的 肯定会为我们带来更高品质的制作 空岛一直以来都是聚集的保证人 这次更是不负众望 为这部中章注入了更多的创作元素 而新导演和编剧的加入 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他们能够为整个故事线注入新的活力 让观众耳目一新 这次的大江大河三 绝对不只是延续前作的好传统 更是要在品质上有所突破 大江大河三 简直是备受瞩目的年代剧中的巨星 它不仅成功上新央视 还经过一番豪华的阵容升级 这就意味着观众们将迎来更精彩的剧情 可谓是2024年备受瞩目的一匹黑马 这部剧透过上新央视 简直是给观众们送上了一份大礼 毕竟央视是咱们的收视保证 上了央视的剧集 往往都有著不俗的品质 而且 这次的阵容升级更是让人瞧熟一叛 先说主角团 第一位王凯 王凯饰演的宋云辉一卷非常成功 从第一季热血执拗 到第二季的沉稳干练 再到新一季中从容内敛 预告中 观众能从王凯的脸上 看角色经历人生大起大落的挣扎痛苦 但依旧坚定的内心情感 这次的他一定能再次发光 第二位杨朔 凭借雷东宝一脚重获口碑 演技认可的杨朔 演技自然不用担心 角色的冲动 妄撞 热血都被他完美诠释 而新一季中 雷东宝出狱后身上多了一分沧桑 也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恶意 角色性格与之前差距较大 给杨朔留下的表演空间非常大 期待他的表现 第三位董子健 董子健饰演歌体护杨寻 他总是保持住驼背的状态 为更符合人物卑微 圆滑的性格特点 演出了底层小人物的艰辛 以及在利益与道德间的挣扎 最新预告中 杨寻经历多次创业失败 东子健又该如何诠释 遭守打击下的角色呢 值得期待一下 第四位杨采波 杨采波饰演的成年梁思深 是第二季新加入的角色 少年时期的梁思深 曾经做过松云辉的学生 两个人因此结缘 成年后的梁思深从国外回来 成为投资精英 与宋运辉保持住友好 但是有距离的关系 其实宋运辉和梁思深两人 彼此之间早就心有灵犀 彼此爱慕 只不过因为宋运辉已婚 所以这层窗户纸 一直没有戳破 据悉 第三部中 李乐昏的宋运辉 终于和梁思深在一起了 不过杨采波的演技 没少被吐槽 观众觉得他的表演太刻意 不过 预告中的他 与家人抱在一起痛哭 情绪爆发力很强 相信在新一季的表现 也够令人放心 第五位张嘉宁 大江大河三的女二号任夏儿 有张嘉宁饰演 任夏儿是杨询公司的会计 非常能干 很为公司利益助想 杨询本来是对梁思深 一往情深的 但是梁思深婉转的让他知道了 他这只癞蛤蟆 永远也不可能吃到天鹅肉 于是非常现实的杨询 选择了任夏儿当自己的女朋友 两个人在共同打拼事业的过程中 也建立起了真感情 堪称先确立关系 后恋爱 除此之外 剧中还有不少新角色的加入 我最期待的就是开端中的国仪留单 国书黄诀 在新剧中 两人再次试验夫妻 大概率是男主角新工作单位的领导 还有在人民的名义中 大放异彩的齐同位试验者 许亚军 将在新剧中试验女主角父亲 以及人世间中狂飙演技的房子兵 在大江大河三中 试验雷东宝的上司 这些实力派演员的加入 让大江大河三的演技质感 更上了一个层次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追剧了 最后小编想问 大家觉得大江大河三会爆吗 小编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是对外 大江大河系列作品 都是将镜头对准小人物 他们在生活 事业中细节反映时代痕迹 大道理落在小人物身上 才算结上了地气 另一方面演员演技在线 年代剧中往往人物众多 一个角色演技不对 年代二就不对了 而在《大江大河三》中 一群好演员碰到一起 虎表演技 再有好剧本的加持 剧想不好看都难 《大江大河三》的故事 演员都对 还有央视平台的拖地 以及前两季故事带来的热度 还有什么理由不报 《大江大河三》中文字幕》 《大江大河三》中文字幕》 《大江大河三》中文字幕——《大江大河三》中文字幕——《大江大河三》中文字幕》